证券商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管理规则 修正日期 民国99年8月02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期货交易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82条第三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证券商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者 以下简称期货交易辅助人 为期货服务事业 应进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本会 之许可 申请为期货交易辅助人 以经营证券经济业务者为限 证券商兼营期货经济业务者 不得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 第三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系接受期货商之委任 从事下列业务 一、招揽期货交易人从事期货交易 二、代理期货商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 三、接受期货交易人期货交易之委托单 并交付期货商执行 四、通知期货交易人缴交追加 保证金及代为冲销交易 五、其他经本会核准之有关业务 证券商申请经营前项业务 以本会可准之期货业务为限 第四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从事期货交易之招揽业务 应以委任期货商名义位 并准用期货商管理规则第七条及第八条规定 第五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代理期货商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 除准用期货商管理规则第25条 第28条及第30条第二项规定外 并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对期货交易人进行征信工作 二、期货交易辅助人应于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前提供受托契约 风险预告书及在明期货交易辅助人与期货交易人 兼权利义务关系之说明文件等开户资料 指派登记和格之业务员向期货交易人详尽说明相关权利 义务及风险 并经期货交易人出具声明书确认已或充分告知 阅读并了解后 使得签订受托契约 相关资料应交由期货交易人签名或盖章并加注日期存值 并送交委任期货商确认并签名或盖章 委任期货商依前向第二款 为期货交易人开户相关资料之确认并签名或盖章时 应依期货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第六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接受期货交易人期货交易之委托单 并交付委任期货商执行 准用期货商管理规则第30条及第32条至第36条规定 第七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代理委任期货商与期货交易人签订之受脱契约中 应增订约款明定期货交易辅助人执行第三条 第一项各款业务所生之损害赔偿责任 于委任期货商连负赔偿责任 前项约定期货交易辅助人应对受脱契约中 该约款于已确认并签名或盖章 第八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已接受一家期货商之委任违限 期货商可同时委任一家以上之期货交易辅助人 前项委任期货商经营国内期货经济业务者 应据本国期货结算机构之结算会员资格 并应于每委任一家期货交易辅助人或其分之机构 依本国期货结算机构之规定 缴存交割结算基金 第九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应依本会所定之证券 即期货市场各服务事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处理准则及期货交易所等期货相关机构 订定之证券商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 内部控制制度标准规范之规定 定定内部控制制度 期货交易辅助人之经已赢 应依法令 章程及前项内部控制制度为之 第一项内部控制制度之定定或变更 应报经董事会同意 并留存被查 经本会或期货相关机构通知变更者 应于期限内变更 第九之一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经营业务之场地及设备 应符合中华民国期货业商业同业工会 以下简称同业工会定定之场地及设备标准 第九之两条 期货交易辅助人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应向本会申报 一 期货交易辅助人或其负责人 业务员 其他从业人员 因业务上关系发生诉讼 仲裁或未强制执行之债务人 或期货交易辅助人为破产人 有银行退票或拒绝往来之情势 二 期货交易辅助人之负责人及业务员 有期货交易法第28条所定之情势 三 期货交易辅助人之负责人 业务员及其他从业人员 有违反期货交易法 或本会依该法所发布命令之行为 前项所列应申报之事项 公司应于知悉或事实发生之日 其五个营业日内 送由期货交易所转送本会 公司并应同时通知委任期货商 本规则所称营业日系指国内期货市场交易日 证券商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管理规则 修正日期 民国99年8月02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营业许可 第十条 证券商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 应符合下列各款之规定 1. 最近三个月未曾受本会一证券交易法第66条 第1款所谓警告处分者 2. 最近半年未曾受本会一证券交易法第66条 第2款所谓命令该证券商解除其董事 监察人或经理人职务处分者 3. 最近一年未曾受本会一证券交易法第66条 第3款所谓全部或一部之停业处分者 4. 最近二年未曾受本会一证券交易法所谓撤销 多部分营业许可处分者 5. 最近一年未经证券交易所 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依其张则所谓停止或限制买卖者 6. 其他经本会规定之条件 第11条 证券商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应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许可 但金融机构兼营证券经济业务者 应令检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文件 1. 申请书 2. 章程或相当章程之文件 3. 营业计划书 在明其货交易辅助业务经营之原则 内部组织分工 3. 人员招募与训练及场地设备概况 4. 董事会、理事会或股东会会议记录 5. 与委任其货商所签订之委任契约 6. 经营国内其货经济业务之委任其货商 据本国其货结算机构结算会员资格之证明文件 7. 最近其今快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之财务报告 8. 符合前条第五款规定之证明文件 9. 案件检查表 10. 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第十二条 1. 证券商申请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1. 因自本会许可之日期六个月内 至标准第四条规定情势之声明文件 6. 以一第十七条规定缴存营业保证金之证明文件 7. 具备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必要传输设备之证明文件 8. 委任其货商同意一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增缴交割结算基金之证明文件 9. 同意本会、其货交易所或本会指定之机构对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必要事项进行查核 及就前接机构之查核提出说明及提供相关文件之同意 10. 符合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之证明文件 11. 符合第九条之一规定之证明文件 12. 案件检查表 13. 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证券商未于前向其间内申请核发许可证照者 废止其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之许可 但有正当理由 在期限借满前的向本会申请延展 延展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并以一次为限 第十三条 证券商申请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许可时 的同时申请其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证券商开始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后 申请其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应符合下列各款之规定 一、第十条 各款之规定 二、最近三个月未曾受本会一本法第100条 第一项第一款所谓警告处分者 三、最近半年未曾受本会一本法第100条 第一项第二款 撤换其负责人或其他有关人员之处分 或一本法第101条 第一项所谓命令解除其负责人职务处分者 四、最近一年未曾受本会一本法第100条 第一项第三款所谓全部或一部之停业处分者 五、最近二年未曾受本会一本法第100条 第一项第四款所谓撤销部分营业许可处分者 第十四条 证券商申请其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以其总公司有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为限 并应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许可 但金融机构兼营证券经济业务者 应另检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文件 一、申请书 二、营业计划书 在明分支机构其货交易辅助业务经营之原则 内部组织分工 人员招募与训练及场地设备概况 三、董事会、理事会或股东会会议记录 四、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之内部控制制度 但与前次申请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减据之内部控制制度相同 则免付 五、最近其精快即失查和签证或合约之财务报告 六、符合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之证明文件 七、案件检查表 八、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第十五条 证券商申请其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应自本会许可之日期六个月内 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和发许可证照 一、申请书 二、证券商分支机构许可证照 应本 三、办理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之经理人 业务员名册及业务员资格证明文件 四、办理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之经理人 及业务员无其货商设置标准 第四条规定情势之声明文件 五、以一第十七条规定缴存营业保证金之证明文件 六、具备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必要传输设备之证明文件 七、委任其货商同意一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增缴交割结算基金之证明文件 八、同意本会 其货交易所或本会指定之机构对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必要事项进行查核 及旧前接机构之查核提出说明及提供相关文件之同意 九、符合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之证明文件 一、零、符合第九条之一规定之证明文件 一、一、案件检查表 一、二、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证券商未于前向期间内申请核发许可证照者 废止其分支机构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之许可 但有正当理由 在期限借满前的向本会申请延展 延展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并以一次为限 第十六条 一、第十条至第十五条规定申请经营其货交易辅助业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本会的退回其申请 一、申请书件不完备或应记载事项不充分 精通之限其补证 与其未能完成补证者 二、申请书件有需未不实之记载者 三、其他违反本法或本规则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者 第十六之一条 其货交易辅助人应将许可证兆 悬挂于营业处所之显著位置